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嗨 大家好我是Kevin 這次菜單人就是我來要分享一個超快速超簡單的海鮮粥料理 那其實像我本人呢 是很喜歡這種湯湯水水的料理 這樣做的粥啊 還有像這種火鍋 還有什麼燉飯這一類的 通常都是我喜歡的料理 尤其是現在也漸漸有秋意漸涼的感覺喔 所以呢 冬天冷的時候煮這個海鮮粥呢 吃起來暖暖的又非常的棒喔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製作今天呢 很簡單又很好吃的海鮮粥 好 那這次海鮮粥呢 我的分享是要使用生米來做 那一般人會以為生米要製作很久 這邊呢 就要分享一個小技巧 可以讓你製作生米來做粥 可以速度變得很快 那當然呢 你要使用這個聖飯熟米來做這個海鮮粥 當然也是沒問題啦 好 這個小技巧呢 就是我們這個米呢 在你要煮的前一天呢 可以先浸泡水 一樣 就是1比1的比例就可以了 我們例如說明天早上或中午要煮 那我們今天晚上呢 就先浸泡起來 那或者是說你要晚上煮 那你就上班前做一個浸泡 晚上煮 這樣子呢 直接製作呢 速度就會非常快 好啦 這個白米呢 浸泡過一個晚上呢 很明顯感受到這個水分的量已經變少 吸收到白米裡面 那等一下這個米呢 拿來煮粥呢 速度就會非常快 而且呢 它煮出來的口感 跟用生米煮粥是一樣的 非常好吃 好 那我們就接著繼續製作 一開始呢 我們要先把這個米呢 煮開 等待這個米煮開的過程呢 再來備料呢 這樣才會有效率 海鮮的部分呢 我選擇了在市場呢 或超市 都最容易買得到的三種海鮮 分別是蝦子 蛤蜊 以及透抽中捲 好 好 芹菜呢 這個是起鍋後要使用的 好 我們剛剛備料的過程呢 這個米可以看喔 它已經整個就是煮到差不多了喔 粒粒分明 然後呢 湯色也有點虎白虎白的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開始煮海鮮了 其實飯已經是熟了 蛤蜊需要一點時間 要現下 好 這個蛤蜊開了之後呢 其他的東西就要趕快下去囉 這裡有個小撇布啊 如果你想要增加一些鮮味呢 你可以丟這個蝦頭下去一起煮一下 他現在說到蝦子裡的白虎 就可以切開幾天 然後也要做到主要照片 好 好 好 我們這樣一大鍋的海鮮粥 這樣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我們不囉嗦 現在先趕快先來試吃 最後做一些講解補充 好 來吃看看 喜歡這個米粒還粒粒分明的感覺 好吃 就我覺得 我自己是特別喜歡吃粥的人 我覺得粥真的是要用 生米去煮 口感跟風味真的不一樣 因為生米去煮 比較容易煮出這種粒粒分明的口感 不會說煮一煮 你整鍋就糊掉了 湯跟米整個糊在一起 那我自己是比較不喜歡那種口感的 這樣吃起來其實黏黏的 比較沒有像吃粥喝粥的感覺 那我自己喜歡這樣子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可以吃生米自己做看看 那我今天會想要做這個海鮮粥 主要是因為海鮮粥有兩個重要的特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調味非常簡單 你可以看到我們其實從頭到尾 只有最後的時候使用一些鹽巴 跟白胡椒做調味而已 我們湯頭呢 主要就是靠這個海鮮本身的鮮甜味呢 就可以做出很棒的湯頭了 所以它的這個調味呢 是非常非常簡單 非常非常的懶人喔 所以呢 這也是一個我推薦做海鮮粥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呢 那是因為它的製作會特別的簡單 因為這些海鮮的材料啊 蛤蜊蝦子 中捲等等 通常都是下鍋前呢 下去快速的汆燙 大約30秒喔 保持它的鮮味不要過熟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它反而因為這樣的特點 可以精簡它製作的過程 只要最後呢 我們把它丟一丟 其實再做個調味就完成了 超級簡單 好啦那現在呢 也是天氣漸漸轉涼喔 進入冬天的時候呢 我相信這樣子熱呼呼的海鮮粥呢 一大鍋 跟著家人一起享用 是相當不錯的一個體驗喔 所以呢 推薦你可以自己做看看 好那這次海鮮粥 相關你的資訊 我會補充在影片的資訊欄位喔 還沒有訂閱我們菜單 如果喜歡的話 請幫我按一下訂閱 那也別忘了按讚 分享我們的影片 那這次海鮮粥的分享 就到這邊囉 我們相見啦 掰掰